太上感应天的故事 以恶为能 反而以作恶 认为是能干 喂 你知道什么人啊 什么啊 中奖了哦 真的哦 啊 要先缴百分之二死的碎金哦 哦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去来给你喂哦 哦 在下赚到了呢 诈骗集团 是不是拿着一叠报纸 骗说是钞票的那种人啊 那是金光党啦 村长伯伯 那诈骗集团会怎么骗人呢 其实金光党也是诈骗集团的一种 不过现在的诈骗集团组织更复杂 方式更多元 现在很多诈骗集团 常常会利用电话 如退税金 中奖 老人年金 冻结账战 终骗集团 绑架勒赎 或者是假借书记官 警察机关等等相关单位 冻结账户 趁机诈骗 有些还会分成很多单位 由不同人扮演 连手机显示的来电号码都可以造假 啊 好恐怖哦 天长伯伯 那遇到诈骗集团要怎么办呢 嗯 遇到诈骗集团 先保持冷静 尽可能打电话到相关机关查询 或报警也可以 为了防范诈骗集团 务必牢记反诈骗三步骤 一 保持冷静 二 小心查证 三 立即报警 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宣导宣导 村长啊 我们会全力配合的啦 同学们 除了牢记反诈骗三步骤外 以后无论是上下学或出外游玩 必须结伴同行 或由父母陪伴 千万不可以独自一人 以免歹徒有机可乘哦 好 妈妈 我是阿达哦 妈妈 你怎么这么开心 阿达 我跟你说 国税集刚刚打电话来 说我们中奖了呢 现在要去汇款 晚上我们全家去吃大餐 庆祝庆祝 好不好 哇 吃大餐 耶 好棒哦 怎么跟村长伯伯说的 有一点像啊 该不会是 诈骗集团 你们在说什么啊 妈妈 刚才村长伯伯说 哎哟 好的咖啡呢 好的咖啡 好的咖啡 要不然我就亏大的啦 伯伯 你不能这样啊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呢 走走走 来去给他看看 地瓜伯啊 是什么事啊 你好 我是书记官 因为邮局有一批未超流入市面 记录里 这位伯伯去领了一笔钱 现在要回收清点 哪有啊 我根本就没有领 伯伯 请你配合 哎呀 我没领 要怎么配合嘛 伯伯 如果你不配合 我们可要冻结你的账户哦 我 哎呀 这 真是的 哎呦 阿苏记官大人啊 哎呦 你们不要这样嘛 恰门是领多少钱啊 呃 记录是五万块 我 哎呀 你们决定怎么样 要回收清点 还是要冻结账户啊 哎呦 大人 等一下啦 哎呦 地瓜伯 我看要不要 哎呦 我跟你说啦 就这样这样 哎呦 大人 能不能再算便宜一点啦 妈妈 我们还是请村长伯伯帮忙好了 对啊 村长伯伯说 遇到事情要先保持冷静 我想还是请村长伯伯帮忙比较好 嘿嘿嘿 阿大人 那我们就去来给他找村长伯伯帮忙啦 呃 可是 我 我很忙 等一下还要到别的地方啊 啊 不会耽误你太久啦 那 既然你们不配合 那我就先冻结你的账户了 啊 这样啊 让我想一下吧 贝贝 你收到的是未钞 不管怎么样都要回收清点的 哎 阿大 刚刚村长说 诈骗集团 常常假借书记官 警察等相关单位 冻结账户 趁其诈骗 我们要小心哦 我是假书记官 这是工作证 请你们过目 嗯 嘿 是真的呢 看起来好像真的哦 小朋友 这当然是真的啊 阿大 你不觉得他怪怪的吗 会怪怪的吗 嗯 我不知道哎 不然我们一起去找村长伯伯好了 我没时间啦 改天再带相关文件 跟伯伯签数好了 书记官先生 别走啊 假书记官 别跑 不要跑 胡爸 抓人哪 快啊 幸好阿玛他们帮忙 不然我的老本就要被骗了 嘿嘿嘿 阿玛刚刚也是接到奇怪的电话 说什么中奖要先缴百分之二十的税金 哎呦 要不是阿玛我也就上当了呢 没什么啦 能帮上忙我也很高兴啊 妈妈 那晚上还有大餐吃吗 哦 这个阿达哦 嘿嘿嘿嘿嘿 美惠老师 刚刚那位歹徒看起来斯斯文文 说话感觉也很诚恳 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一个人如果拥有良好的能力或权力 却为了贪求更多东西而做出恶事 就像诈骗的人拥有很好的说话技巧和诚恳的态度 如果能劝人向善 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如今他用到恶事上 却好比古代有位官员 宋徽宗的时候 有一位转运官名叫宋生 在郑和初年担任京西转运的职务 专门负责修建西内的工程 宋生平日就浩大喜功 为了自己的虔诚 他都会以不久手段来达到目的 有一次西内的工程需要做修补 于是就命宋生去修建 宋生看到有机可衬 就对着工人们大声地说 快快快 你们可要赶紧地来完成这项工程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得到皇帝的赏赐啊 是大人 我们会击得压力的 走走走 大家上宫了 大家上宫了 上宫了 上宫上宫了 工人们听完了宋生的话之后 大家也都配合宋生 早出晚归 非常慢力地赶着工程 然而工程中的材料 每每都需要加入牛骨灰才可以 后来牛骨不够用了 工头跑来告诉宋生 大人 大人 牛骨已经不够用了 若不想办法 再几天可就要停工了 若不及时补救 我美好的前程不就泡汤了吗 陈工头 你带几个弟兄 前往墓地 寻找无主的坊木 把骨头挖出来烧成骨灰 来取代牛的骨灰 是大人 宋生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管仁义道德 而就命令工头 带人前往墓地 挖掘无主坊木的人骨 来取代牛骨 大人 大人 这样可不行啊 任意盗取无主之坊 又将骨头烧成骨灰 这又违反仁义道德的 恳请大人再三考虑 什么仁义道德 我不管 我只知道这项工程 对我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如期完工 而孙晃看到了此状 也深感无奈 于是孙晃就装定请辞 罢官离去 后来宋生因为能及时地完工 徽宗皇帝十分地高兴 就将宋生 公为大学士 宋生做了大学士之后 非常的得意 也更加的目中无人 为所欲为 过了不久 宋生忽然得到了一种怪病 每天都会无缘无故地 抓自己的头 捶自己的胸 痛苦万分 他寻遍所有的名医 还是无法治疗他的病 就在有一天 宋生忽然发狂般地 捶着自己 并且大吼大叫地说道 我宋生 挖掘别人的坟墓 盗取焚烧人苦的罪孽 是应当要惨遭灭蛮的 当宋生说完之后 口吐鲜血而身亡了 后来宋生家的人 也印证宋生所说的话 而一一地去世了 数年后 孙晃因病去世了 魂魄来到了阴间 他看见宋生 在烧红的铁床铜柱上受刑 满身都是血 模样非常的可怜 孙晃又继续向前走 是来到了一间大殿 大殿上坐着一位名官 名官就对他说 孙晃 你曾经劝阻宋生 不要盗墓 焚烧人骨 宋生不听 你就辞官返乡 可真是一位有心人呢 由于你初智真诚 就给你延寿十二年 回去吧 名官说完手一挥 孙晃的魂魄又回到了阳间 孙晃就如同在睡梦中苏醒了过来 而孙晃还魂之后 就更加的谨言顺行 以此为戒 还常常对人说道 要知道 天底下最惨痛的灾祸 莫过于是灭门灭族的 而宋生 因为有了贪图奖赏的念头 又违反仁义道德 于是就犯下了道物挖坟 焚烧人骨的大鳄 虽然得到了官位 但并非以正当的 没多久 就遭到灭门的惨祸 所以 我们不可以以恶为能 而更应该要谨慎小心 以此为戒 古贤曾说 恶是因为贪念而起的 所以贪念是恶的根本 因此 治恶的方法 最重要的 就是要去除我们的贪念 所以呢 我们不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 来满足自己的贪念 这也是古圣先贤 为什么时常告诫我们 要清心寡欲的原因了 唉 看来我得放弃晚上的大餐了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村子里就有两个人差点受骗 我们应该要好好宣导 阿达 阿文 你们愿意帮忙吗 虽然没有大餐 旺博可以请你们吃水果 饼干哦 好啊 那我们去找同学来帮忙 各位村民大家好 我是村长旺博 最近常发生诈骗的事件 希望村民们注意 诈骗集团常利用电话 或者是直接到府上 通知中奖 及带领老年年金 退税等等 请大家务必小心 并且牢记反诈骗三步骤 1.保持冷静 2.小心查证 3.立即报警 莫婆党165反诈骗专线 1.保持冷静 2.忍做残害 忍心去做伤人害物的事情 阿达阿福 吃过饭后 要不要一起到小林家写作业啊 好啊 今天的回家作业只有生字练习 不像昨天有数学 阿达今天不能抄了 小气贵 喝凉水 这是什么 你要打便 阿达 你中了第一特奖了 可恶的便投啊 你们怎么随便打便呢 可恶 哎呦 好痛啊 好痛啊 阿达 你还想来个畜生球 保送上磊啊 哎呦 哎呦 阿达 我已经有够岁了啦 你们还笑我 好了好了 我不笑了 我不笑了 哼 你们这些臭壁楼啊 给我记住 阿达 阿达 记得要来写作业标 男主角来了 我报仇了 阿夫哥哥 你报了什么仇呀 来 你们看 明明是什么啊 阿夫 阿夫 快点给我看看 快点给我看看嘛 是毕罗阿耶 阿夫 你是怎么抓到的 等我回家之后 我还要再去抓 可是阿夫 老师说毕罗阿是号鸟 而且现在数量越来越少了 如果任意捕抓 是会罚钱的 哼 你乱讲才不会呢 阿夫哥哥 毕罗阿这么可爱 你为什么要残害他们呢 你看 他们叫得很可怜呢 哼 谁叫他们要大便在我头上 哼 阿夫 人家说心宽体胖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毕罗阿不小心大便在你头上 你就把他们抓来虐待 没错 而且你也不确定这两只 这两只 就是在你头上大便的那两只啊 哼 反正都是毕罗阿 我才不管呢 嘿嘿嘿 阿夫 那我也要一只 阿夫 你别闹了 嘿嘿嘿嘿 阿夫 你再这么不讲理 我要向水红老师报告了 阿山 等一下我们把阿福的毕罗阿抢过来 阿福 我听到阿达说 要把你的毕罗阿抢走 阿达 你们别想抢走 好人啊 拜托你们不要吵架 阿福 把毕罗阿放掉了 休想啊 阿山 同学们怎么了 没事 没事啊 老师 阿福抓了两只毕罗阿 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 阿福啊 你先不要紧张 老师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听完以后你再想想 看要怎么处理这两只毕罗阿 古时候 有一位名叫许真君的猎人 他从小就很喜欢打猎 所以 对于猎狐鸟兽 也就悲强的在行了 真君兄啊 你今天的运气可真不错啊 阿坤兄 你也不差嘛 我这两只小山鸡 怎么比得过你那只大山猪呢 那可要谢谢你的承让咯 你少来了了你 说真的 如果卖了好价钱 你可要请客啊 好 我请客 我请客 这才够意思吧 数日后 许真君准备上山打猎 恰巧遇到邻居阿坤 真君兄啊 要上山打猎啊 是啊 你要一起去吗 好啊 你等等我啊 嗯 好 于是阿坤就与许真君一起上山打猎 当他们走到树林的时候 突然听见草丛里发出 刷刷刷的声音 许真君停下了脚步 转身向在衣旁的阿坤说道 噓 小声一点 有猎物出现了 哦 真的吗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噓 许真君拿起了弓箭 慢慢走向前 突然间 有一只小鹿 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许真君拧弓拉箭 嗖的一声 小鹿一前而倒 在一旁的阿坤高兴地说 耶 帅呀 射中了一只小鹿咯 嘿嘿嘿 当许真君正往小鹿那儿走去时 他看见一只母鹿 焦急万分地奔跑了过来 跑到了奄奄一席的小鹿身旁 低下头看着他 只见母鹿不断地用舌头 去舔小鹿的伤口 神情非常的悲伤 阿坤看到此状 连忙拔出弓拉起箭 瞄准着母鹿 当他准备发箭的时候 忽然看见母鹿抬起头 对着天空悲鸣了几声后 就倒定神王 奇怪 奇怪 那只母鹿怎么突然倒地呢 不知道 要不要过去看看 这只母鹿已经死了 许真君看见母鹿已死 心里十分疑惑 于是拿出刀子 剖开母鹿的肚子 想了解母鹿的死因 赫然大吃一惊 他看见母鹿的内脏及肠子 已断成了好几节 顿时大为感动 而悔恨不已地流下眼泪 并且说道 我今日 为了打猎而射杀了小鹿 但母鹿却因丧失孩子 而悲伤到长断身亡 虽然人处有别 但是爱子之心 竟然是一样的 唉 阿坤兄 我们将他们母子安葬好吗 好啊 许真君与阿坤 将山鹿母子安葬后 许真君就拿起了弓箭 对着上苍发誓 我许真君 从今以后 永不再猎杀动物 祈求上苍 未做明正 说完之后 就当场把弓箭折断 而默然地离开了 真君兄 我肉众生肉 明书体不输 原同一种性 只是别行曲 苦恼从他瘦 肥肝为我虚 莫叫炎老断 自揣看何如 好可怜的山鹿母子 阿福啊 听完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呢 每位老师 我 阿福很聪明 都知道老师要说什么了 其实你不是真的 想要残害 毕罗阿对不对 嗯 阿福啊 虽然毕罗阿的粪便 刚好掉到你的头上 但是 他们不是故意的 而且 我们更不应该 为了这样的事情 就去残害 两只无辜的小生命 因为这样做的话 他们的爸爸 妈妈 也会很伤心的呢 况且 任意捕抓 保育类的动物 是会处 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罚款 二十万元以上哦 对啊 毕罗阿这么辛苦 才飞到这里 就遭到了残害 他们也会 很惊恐不安的呢 没错 同时 我们应该要 好好保护他们 照顾他们 做好生态保育的工作 让这一群候鸟 更加的喜欢 这块土地 嗯 老师 我做了 我决定把他们放走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 快乐地度假 嗯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嘿 水红老师 阿福啊 你能够及时改过 虽然值得鼓励 但是 老师还是要处罚哦 啊 是老师 老师 阿福要受什么罚 嗯 老师和莲物爷爷 正在推广 戒杀放生 弟子规 伦理 伦理道德的宣导 与实践 那就发阿福 学习保卫后山村的 候鸟工作 啊 哦 嘿嘿嘿 接着老师 接着老师 嘿嘿嘿嘿 老师 我们可以参加吗 老师 我也要参加 我也要参加 好好好 那我们就成立一组保卫队 来保卫这里的候鸟 星期天下午 再联悟爷爷家集合哦 后面 变头啊 对不起 我们以后会保护你们的 没错 欢迎你们常来玩哦 再见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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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贼良善 对于忠厚善良的好人 应该要爱护他 推荐他 赞扬他 却反而阴谋地加以贼害 明天就要考试了耶 哎 等考完试后 又要吃竹笋炒肉刺了 我也是 阿达 我们真不愧是好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哦 哎呦 真是受不了你们 那还不如回家后 就好好用功读书啊 不行 老师说 我们不可以临时抱果脚 哼 那总比你到时候 吃竹笋炒肉丝来得好吧 老师说 做人要有骨气 阿福 阿山 我们去灌蟋蟀 我的果语还没有读完 你们吃就好了啦 哎 哎哟 我们三个常常吊车尾的 干嘛那么用功啊 阿福 那我们去灌蟋蟀 好 走 看来他们又要吃竹笋炒肉丝了 阿文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好啦 小林 小林 我有些地方还不懂 下午可以去请教你吗 可以啊 小林 阿山 不如下午 我们就来个考前读书会好了 嗯 好啊 同学们 同学们 这次考试 班上有三位同学考了一百分哦 是谁啊 不是谁啊 同学们请安静 这次三个考的一百分的 分别是 小林 阿文 还有阿山 请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 哇 好厉害哦 什么 阿山 你背叛我们 哇 哎呦 你这个搞小林啦 你这次考试竟然给我考五十分 哦 你要我的面子后在哪里啦 好动哦 哎呦 考试前一天哦 你还给我跑出去玩 我问你书读的怎么样 你还跟我说 你已经准备好了 我又没有那么厉害 再怎么念也是一样的啦 哦 那你就不要给我抖 哎呦 好扣哦 不要跑 哎呦 这个臭阿山 考一百分干嘛给我妈妈知道啊 哼 这个讨厌的臭阿山 考了一百分 还让我妈妈知道 害我吃了一顿超顶级的竹笋炒肉丝 对啊 我也给我妈妈修理了亮晶晶呢 哇 吊车尾的 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嗯 嗯 哎 阿福 阿山他会不会作弊啊 嗯 可能是哦 之前成绩也跟我们差不多哦 不可能一下子又变得这么厉害的哦 嗯 那一定是 好 阿山 你等着瞧 阿山 过弊的对不对 没错 你一定有作弊 不然怎么可能搞一百分呢 我才没有作弊 你们不要乱讲 作弊就作弊 你干嘛还要硬拗啊 阿达 你们这样说太过分了吧 对啊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 我们三个一起念书 念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结束 你们这样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才不信了哎 阿山有没有那么厉害 再怎么念也是一样的啦 哦 阿达 阿福 你们说的话 可有根据啊 爷爷 如果不是作弊 阿山怎么可能突然就考一百分呢 是啊 您看 阿山都不说话 一定有作弊的 我才没有作弊 我是靠自己的努力 才拿到一百分的 哎呀 阿山啊 别激动啊 先冷静下来 阿达 阿福 这没有根据的事情 就不能够随随便便说的 啊 你看看 你们伤了阿山的心了 你说 这该怎么办呢 啊 这个 我 我不知道 阿达呀 凡是在没有了解真相之前 都不可以随意诬陷 或者是暗中伤害别人 你们都没去求证啊 就随意的重伤阿山 这个行为是很不应该的哦 在唐朝玄宗时期的时候啊 有一位宰相 名叫李陵甫 李陵甫为人阴险狡诈 贼害忠良 所作的恶事 不胜为局 由于李陵甫 善于揣测唐玄宗的心思 又常以甜言蜜语 巴结玄宗 因此得到了玄宗皇帝的器重 有一次 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 但是宰相张九龄等人 向玄宗说 皇上 现在正是秋收的时期 如果这时候返回长安 恐怕会骚扰百姓 而影响他们的收成 请皇上延后返回长安吧 张九龄走了之后呢 玄宗一直闷闷不乐 而在一旁的李陵甫 就借机怂恿唐玄宗 长安和洛阳 本来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 陛下爱什么时候返回长安 就什么时候返回 这干嘛要等呢 至于妨碍了百姓的秋收 那就免了他们的税收不就行了吗 唐玄宗听了李陵甫的话之后 非常的高兴 于是呢 就如其而行返回长安 从此之后啊 这玄宗就更加信任 而重用了李陵甫 李陵甫眼看时机成熟 就利用计谋 诬陷张九龄等人 玄宗在于李陵甫的怂恿之下 终于将张九龄等这些敢于玄宗迟延的相关罢免了 而封他为相 当李陵甫掌权之后呢 就更加嫉妒贤党 广揭司党 排斥一己 陷害忠良 致使朝廷丧失贤才 小人当政 这朝政啊是一片混乱 人民陷入苦海 直到李陵甫快要失败的时候 有一天 他梦见一只怪物 长得巨崖勾爪 全身是毛 眼如电光 这突然间呢 怪物举起了爪子 朝他打下 李陵甫大叫一声 从梦中惊醒 后来 李陵甫就生病 没多久啊 他就七空流血而死亡了 李陵甫死了之后呢 朝廷就下令 将他的爵位夺除 还将他的子孙 流放到岭南地区 阿达 爷爷讲这个故事啊 是要你们了解 凡事都一定要谨言顺行 再三求证 不可以随意诬陷 或者是恶意重伤他人 如果是任凭己见 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 随意诬陷恶意伤害他人 这一不小心啊 就会成为李陵甫之类的人 那就可惜了 阿达 阿福 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爷爷 我们知道了 阿山 对不起了 我知道错了 没关系了 只要你们知道 我并不是作弊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才得到的 就可以了 阿山 你有什么独门绝招 能让你考试考一百分啊 每当老师上完课以后 我就会再复习 在上课之前 就先温习 考试前 再和阿文 小林一起念书 这样才考到一百分的 啊 怎么这么麻烦呢 那不知道零食爆火脚 可不可以考到六十分 我只要六十分就好了 我就不会再吃竹笋大餐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们真不愧是好兄弟 是啊 暗虎 君亲 对于君王 国家元首 和父母亲 应该要忠诚 要孝顺 要尊敬 却反而暗中的欺瞒君亲 去做不忠不孝的事情 加油 加油 阿达 阿达 你怎么了 为什么都不讲话呢 对啊 阿达 我们生好朋友 不管有什么事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阿文 谢谢你们 我 我跟我妈妈吵架了啦 啊 什么 跟妈妈吵架了 阿达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哎 算了 还是不要说好了 哎 阿达 昨天老师不是才奖励你 应该不可能跟你妈妈吵架啊 是啊 我本来是很高兴的 都是我妈妈害的啦 哼 一定是你不听话 达妈才会教训你的 对不对 才不是嘞 这次 真的是我妈妈不对啦 哦 哎 那妈妈是怎么不对呢 阿达 你说说看啊 为什么是妈妈不对 又为什么跟妈妈争吵呢 爷爷 昨天水红老师 为了要鼓励我 就送我一颗非常漂亮的巧克力 回家以后 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 后来 有病有良的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 我爱巧克力 当我打开冰箱 看到冰箱里的巧克力不见了 我的巧克力呢 我的巧克力呢 我转头想问我妈妈 我妈妈就看着我说 哦 那是你的哦 哦 有够好吃的说 谢谢你的巧克力啦 嗯 真好吃呢 哦 妈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那时候我考试有进步 老师奖励我的巧克力耶 你都没有问我就把它吃掉 我都没有吃耶 妈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哎呦 阿达啊 不好意思啦 今天妈妈人不舒服啦 听说吃巧克力有效 我就去换冰箱啊 我就去换冰箱啊 就发现有一颗巧克力 我就把它吃掉了嘛 我又不知道是你的啊 哼 但是你也要问我啊 这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耶 哎呦 哎呦 阿达啊 真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啦 不然爸爸回来 我再请爸爸买巧克力给你好不好 我不要 我不要 臭妈妈 我不赢你了啦 哼 哎呦 阿达 阿达 你是要去哪里啦 阿达 爷爷 你说 这是不是我妈妈的不对嘛 阿达 虽然妈妈没有你的同意啊 就把巧克力吃了 但妈妈并不是故意的嘛 你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跟妈妈吵架呀 可是爷爷 这是老师给我的奖励耶 阿达啊 爷爷当然知道 这巧克力是水红老师 对你的鼓励跟肯定 不过你想想 你努力用功换了奖赏 能拿来孝敬妈妈 与妈妈分享 哎 这不是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吗 哦 可是 嗯 嗯 哈哈哈哈 这古人曾说啊 百善孝为先 在所有的好事 善事当中啊 这孝敬父母 可是排列第一的哦 要知道 这不孝的行为 可是非常不对的呢 爷爷 那什么是不孝的行为啊 所谓不孝 就是忤逆父母 不听从父母的教导 不孝养父母 乃至 咒骂父母 或者是行为上的暴力相向 这种种诸如此类等等 会让父母 会让父母亲 伤心难过的事啊 这可都是不孝的行为 啊 哈哈 来来来 爷爷啊 再举个例子 说给你们听啊 在古代呢 有两位兄弟 早就各自成家 这哥哥呢 非常的贫穷 但是为人孝顺 善良 而弟弟呢 比较富有 可是为人小气呢 又不孝顺 由于要奉养年迈的母亲 这弟弟就向哥哥说了 大哥啊 为了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我想我们就轮流来供养母亲 每五天轮一次 你看怎么样啊 好 这脸上露出忧愁的哥哥啊 也只好答应了 每当轮到哥哥供养母亲的时候呢 由于家里非常贫穷 有时候啊 就连稀饭也供养不出来 因此 自己也就常常挨饿了 有一次啊 又轮到哥哥供养母亲 因为家中缺少两天的米粮 他就向母亲禀报 娘 因为家中缺少两天的米粮 请娘 暂时先住弟弟家中 并且 带我转告弟弟 以后 我会再补回这两天的米粮 母亲听了哥哥的话之后呢 就前往弟弟的家中 并且将哥哥的意思告诉了弟弟 这弟弟一听到母亲的细数 就叫一旁的妻子 把所有米粮都藏了起来 然后就向母亲说道 娘啊 并不是我不尽人情哦 我自己的米粮也剩不多了 况且 现在还是大哥供养您的日子啊 我想 您还是回大哥的家去吧 说完呢 就将母亲赶出家门 当母亲走出家门 心中感到十分的无奈 便流下了眼泪 走回哥哥家中 而弟弟跟妻子 却在一旁冷漠地笑着 就在这个时候啊 忽然 空中雷电交加 并且打下 在弟弟家中 正好打中了夫妻二人 被雷电击中的弟弟与妻子 也就当场身亡了 完了完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爷爷 我跟我妈妈吵架 是不是也会被处罚 好的啊 别紧张啊 别紧张 只要知错能改 而且还要努力地 不能够再犯 回去之后呢 再跟妈妈忏悔 恳求妈妈的谅解 这样啊 就能够补救了 爷爷 我知道了 回去我会向我妈妈忏悔的 嗯 好好好 这阿达啊 还是个乖孩子呢 哈哈哈哈 阿达 哎呦 你在这里哦 妈妈 你怎么来了 哎呦 妈妈刚刚去阿春某某家买东西的 就顺便过来了啊 联务员员 你好 你再讲故事给他们听哦 阿玛娜 阿玛娜 来来来来 嘴边坐啊 谢谢您哦 妈妈 对不起啦 我不该跟您吵架 请您原谅我 每颗巧克力 就送给您了 哎呦 阿达 谢谢你啦 妈妈不会怪你的啦 妈妈也有东西要送给你哦 是金沙巧克力耶 是啊 妈妈知道哦 你功课进步很多 这是奖励你的啦 谢谢您 妈妈 不然你跟爷爷先吃 剩下的 我再跟阿文他们一起吃啦 啊 哈哈 阿达 谢谢你了 哈哈 哎 阿达 你怎么变得这么懂事啊 因为阿达哥哥 怕被雷公打 哈哈 啊 阿玛娜 你说什么啊 妈妈 阿玛娜她没有说什么啦 嘿嘿嘿 嘿嘿嘿 哈哈 哈哈 哈哈